大家好,欢迎来到台湾媳妇在美国的无肉厨房 今天我要做的是碗粿 准备的材料有一包沾米粉,六杯的水 半杯的萝卜干,一条百叶豆腐 还有一大把的香菇 香菇洗净,让它泡发 萝卜干多洗几次 泡水去除咸味 香菇切小丁备用 百叶豆腐切小丁 干锅 先把萝卜干炒干 炒干后,加两匙油 加入香菇爆香 香菇爆香,加入百叶豆腐 加入两大匙酱油 一小匙的糖 一些胡椒粉 再加上半小匙的盐巴 拌匀就可以起锅了 锅内倒入四杯水 加少许的盐 糖 胡椒粉 两杯的水 将粘米粉倒入 均匀 水滚了 将粘米粉水倒入 先熄火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,这样就可以了 可以看到它并不是很稠 将米糊倒入容器中 将它稍微抹平 将炒好的馅料均匀的放上来 大火蒸40分钟 出炉了 我刚刚已经切了 那我们来夹一块上来 香喷喷的 这样是不是很容易呢 希望大家跟我一起简单做菜 轻松开饭,健康无负担 我们下一期再见咯 拜拜